好,大家看到了刚才我介绍的条码扫描功能 那如果这仅仅是一个条码扫描功能的扫描器 那不是我们这个产品的创新所在 那我们这个产品真正的创新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扩展成为一个移动的数据采集终端 那移动数据采集终端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给大家后边介绍一下 我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概念中的传统的这个PDA 也就是数据采集终端 我们也可以管它叫做这个一个传统的一个数据采集的一个一个扫描器 那这个扫描器大家可以看到体积非常的厚也非常的重 那携带起来也不是很方便 那OK了 现在而且它使用的这个操作系统是非常古老的WinCE.i的操作系统 那这个操作系统呢 微软已经把它放弃了 而且不再提供任何技术支持 所有新的技术功能 比如说RFID啊 或者其他一些新的NFC啊 其他的新的技术都不再支持的 那OK 我们 我们现在都已经是3G4G的通讯时代了 那现在我们大家可以知道 现在智能手机的流行非常的非常的普及 那我们怎么能够用我们这款扫描器 结合这个智能手机把它变成一个移动数据采集终端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方式 我们有一个扫描的背夹 扫描背夹后边有我们的一个扫描的一个夹克 那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把这个扫描背夹扣在这上边 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个扫描背夹就非常小巧了 那我们把这个扫描的背夹 OK 我们扣在这个手机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扫描器是不是非常小呢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非常古老的这种扫描器 那这两种方式 哪个更便携呢 哪个体育更小呢 大家肯定是显而易见的 OK 那我们这个扫描器配合我们的扫描背夹 如何具体工作呢 大家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这个扫描器跟这个手机呢 是通过蓝牙的通讯方式 可以把扫描的数据直接传输到我们这个手机里边去 那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去扫描 我这个扫描器我可以这样拿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这个食指可以放到这个扫描器的这个大的按钮 最大的按钮上面还有很多凸起 所以扫描手感是非常好的 那我可以这样去去做 那我现在这台扫描器和我这个iPhone4都已经配对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扫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面呢 我打开了一个备忘录的一个软件 那我们这个扫描器在这个iPhone 里边呢就直接可以变成一个外置的蓝牙键盘 那这个蓝牙键盘就相当于我们直接可以在这个扫描器就直接可以变成一个外置的键盘进行输入 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数据是如何传出进去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可以扫各种条码 那扫描的数据呢就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显示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开的是一个啊 通设计时本的一个软件 那数据呢就自动会进到这里边 我大家再给看一下 散发速度也非常快